大家好,我是聰明 最近雨水特別多,濕氣重令人更疲倦 今天就分享一款簡單方便,冷熱飲也可以的去濕發火給大家 它叫做冬瓜二米水 試過好飲,記得給個Like聰明 分享給朋友,那就更多人受惠了 生意米,味道甘淡,屬性微寒 比起炒熟了的二米細粒,功效都會有點不同 生意米主要用來清熱、去濕、解毒 能夠加強腎臟泄水功能,將身體多餘的水分都排出 而屬意米,健脾能力較強 有助健脾養胃,治療皮虛洩瀉,腳氣浮腫等虛症 生味平和,所以生熟意米經常都會一起用 就可以兼顧著兩者的長處 一開始我們就先浸了一些意米 生意米的質地都會比較結實 所以我們浸法的時間都要長一些 一般來說,起碼都要浸一個小時左右 就可以浸到可以撕得斷它的質感 那熟意米相對來說,就會軟軟很多 一般我們浸15分鐘至30分鐘就可以了 接著就準備定九粒的美國無花果 最重要是買優質糖芯 買了其他劣質貨的話,味道就會差很遠 還有美國無花果會相對比較清甜 沒有那麼酸,果子也會比較幼細 功效就可以清熱潤腸,潤喉,幫助消化,補乾解毒等等 切開後就可以看到果汁發光 還有果子相當細小 這些就是美麗的無花果 最後就準備一件大冬瓜,正所謂不時不食 因為夏天就是冬瓜盛產的季節 而且能夠解暑清熱,潤膚美容,幫助消化 降膽固醇,尼尿消腫,抗硬等等 處理的時候,我們連皮連瓜子都留起了 因為冬瓜皮的汁液有益於皮膚 所以也會有人用冬瓜皮來敷面 就有助於美白的功效 而冬瓜子就可以清肺,化痰和去濕用 如果不想那些瓜子煲到走出來的話 就像我一樣 我就會把浪切成大大件地放進去煲湯 那些瓜子就不會那麼容易浮出來 之後就切成一口的尺寸 煲的時間就可以快很多了 跟手就加上所有材料 加多2000毫升水 最好用常溫水來煲 因為無花果用熱水煲的話 就可能有些酸味走出來 水滾起,轉小火 煲60分鐘 想滾一點的話 在最後15分鐘左右 加多兩大顆黃冰糖 這樣就很好味了 如果想清潤一點的話 什麼都不需要加,都夠味 有些酸味的 今集非常簡單方便 去濕美白清潤的去濕法寶 就完成了 味道來說,真的相當清潤和滑口 很好的 我自己就喜歡放涼來喝 又或者雪凍來喝 當然就沒有不健康 自己考慮一下 最後如果認為影片實用有用 試過煲來喝,又覺得好喝有益的話 記得給我按讚 因為有你支持 就是我的拍片動力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